高雄港旅運中心啟用至今近一年 228首都停靠雙郵輪 為了迎接共3000多名的國際旅客抵達 旅運中心也特別加派人力 同時啟動1、2樓通關區 提高通關效能 整體服務外國旅客都很滿意 高雄港旅運中心啟動至今將近一年了 在228這天首度雙郵輪停靠 將迎接大批的遊客來到這 國際郵輪旅客一抵達高雄 就有熱情的原住民舞團迎接他們 大家搶著拍照合影 第一次來到台灣興奮的心情全寫在臉上 預計停留兩天 有的旅客搭輕軌體驗高雄之美 有的則是跟著旅行社的行程坐上遊覽車 高雄旅運中心首次迎接這麼多的國際旅客 而把早上分別在早上8點9點停靠兩艘郵輪 挪威保時號從菲律賓到高雄 載客數約2300多人 而李維拉號從香港首航高雄 載客數1200多人 同時兩艘的郵輪掛靠我們同時啟用了 一樓跟二樓的通關區來迎接 那我們的CIQS的同仁都有在加強人力來支援 那目前整個通關效率都是很順暢的 超過3000多名的國際郵輪旅客 從入境到海關查驗 旅運中心為通關效能評比為及格 而這些旅客也很滿意 對台灣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至於我孟婷鄧明在高雄的採訪報導